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我是爱你们的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不温情短片 布莱恩和查尔斯 布莱恩住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距离城镇几公里,非常的安静偏远 这里的艰苦条件感觉像是20世纪的 根本不可能看到活跃的小孩 而他却离开不了这个小屋 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是个身体健全的成年人 也许是习惯了孤独 就在某个时刻 他决定创造一个机器人 当然他也是这么做的 机器人查尔斯陪伴他度过了很多日子 一天又一天 跟他一起跳舞,一起做家务 查尔斯身上的零件都是拼凑起来的 比如他的头是布莱恩在后院发现的 他拿着这个头就在想他能不能思考 随便就把它放在了盒子里 然后又让他住进卧室 他们还会拿着木棍,假装基建玩 简直就是两个同心未免的孩子 从布莱恩创造出查尔斯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是朋友了 布莱恩给查尔斯准备了一个卧室 却还在布置中 他说想要自己的衣柜和床 布莱恩在跟他讲未来要如何打造这个房间 但是他只能关注到眼前的事物 一直追问自己的小家具在哪 让布莱恩有点烦躁 布莱恩觉得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查尔斯总是对大白菜情有独钟 一直破坏布莱恩刚买的菜 让他非常恼火 三番两次的折腾后 布莱恩忍不了了 将他关了禁闭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一直在小房间里自言自语 乡下的小房子隔音又差 布莱恩听得烦死了 连第二天早上起床 都是听他不停的重复一个单词 布莱恩真的受够了 带着钥匙打开了关查尔斯禁闭的门 查尔斯非常的开心 布莱恩却一脸严肃的说 跟我走 查尔斯在路上不停的问他 要去哪里 是不是去教堂 布莱恩将他带到野外 他还以为是要野炊 吵着要回家 布莱恩却说这里就是他的家 自己买下了不远处的一棵树 这里就是他的家 这棵枯树孤零零的树在平原上 查尔斯也显得那么的无助 布莱恩没有多言开着车离开了 查尔斯只能缓缓走向那个新家 那个地方离布莱恩的家有25公里 他绝对没法自己回来 在收拾查尔斯东西的时候 布莱恩意外发现了他画的画 上面是布莱恩和那颗他吃米的大白菜 原来布莱恩和大白菜一样 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布莱恩沉默了 来到了放生查尔斯的那个平原 他却已经不在了 耳边似乎围绕着查尔斯走在泥泞道路上的脚步声 他真的失去了这个他亲手制作的机器人了 看着房间里的另一张空床 回忆着和查尔斯的点点滴滴 他总是很执着 待在床上一动不动 画着自己想象的城堡 布莱恩坚信他们还会再见面 此后的日子 总是在等待查尔斯找回家中度过 在每一个不眠的深夜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没有查尔斯的清晨 他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远处 走在那条泥泞的小路上 布莱恩从他大喊着 欢迎他回来 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生活中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破事 总是让我们忽略了身边重要的存在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都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来看我的视频顺便三连评论哦 好啦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走过漫漫长路哦 科幻者见 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